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在拼 也让韩国被蓬勃商业周刊 评选为2014年 全球创新指标的第一名 创新能力可以说是备受瞩目 因为90%的韩国的新创公司 在创业的第一天 就准备好走向全球 在我们采访的同时 他们嘴上最常放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那就是Global 有如电影预告场面浩大 但其实这是外送点餐的APP广告 以华丽视觉效果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专门为外送组服务 民众按按手机 几秒钟时间餐厅就收到订单 每笔订单 APP业者可以拿13%的佣金 2010年开始营运的贝东民族 在南韩外送APP市场 市占率超过60% 有15万家餐厅结盟 每月接单超过500万张 去年底更获高盛集团主导投资 3600万美元 我觉得GOLDMAN SAX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公司 他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认为他们很喜欢的东西 我们很快的肯定 第二个是我们是市场主持人 但最重要的是 即使我们很快的肯定 有很多肯定的肯定 以目前南韩外送的APP市场来看 三大APP厂商 去年商机高达9.28亿美元 约台币278亿 背东民Joke 还与LINE的母公Snaver 合作开拓日本市场 营利模式不只是跟餐厅收取佣金 想提供搜寻排名也要收钱 贴近民生的服务获得巨大成功 类似这样的成功案例 在南韩首尔越来越多 走进位在江南区的Between总公司 研发情侣专用APP 一战成名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Jack 这位笑容清吞洋溢的瘦高男生 就是创办人 普哉旭 在韩国Between 已经是情侣文化一部分 可以规划约会 记录专属线线日 就像是恋人的秘密花园 传统少女时代成员校园 就因为在受访时 手机跳出Between的视窗 恋情因此曝光 截至2014年底 在全球APP下载量 已经超过1000万人 市场占比依序为 韩国 日本 大陆 台湾 Between看好台湾 有300万用户潜力 发展迅速 还获得日本软银跨国投资 就因为一个APP 30岁的普哉旭 因此登上 富督试达字 但当年他和四个大学好友 一起创业 刚开始因为缺乏资金 非常穷 曾经研发过两个产品 但全部失败 五个人一起踏上 记者岛 沉思之旅 重新找到公司定位 确立情感科技的方向 进而诞生情侣私密APP 就连可爱的甜蜜小贴图 也完全自己设计 根据统计 情侣每天会使用Between12次 停留的时间平均是17分钟 每月平均510分钟 远胜脸书的400分钟 因此经营团队专门挑选 情侣相关的广告客户 像是戒指品牌 或是约会场所等厂商 创造收益 成功背后 南韩政府助力也不少 Between在创业三年左右 得到补助3亿韩元 后头南韩政府当大靠山 提供资金资源 帮助新创业者 韩出三年内 打造第二个戏骨 这些年轻创业家也辛苦过 看来这么多国家的新创团队 他们都在重新定位自己 努力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也许台湾不是领先群 但我们绝对不能落后 谢谢您收看 这集的产业趋势报告 我是王妍 我们下回见 不astes 对 大 108 就是 成功 什么 但